很久以前,人类与水妖相互依存,水妖赐予人类灵感,为它们指点迷津,可欲望驱使人类逐渐转移向陆地,至此与水底世界的魔法生灵分开了。 没有水妖的指引,人类社会变得不堪,于是水妖们尝试着联系人类,让它们醒悟。 它们在黑夜到来,人类只需要看它们一眼便能醒悟。 克里夫是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,晚上回到家里,他忽然听到室外有一阵水声,他连忙冲出去,想要抓住这个人,可是克里夫什么都没有看到,就在他转身想走的时候,看到有人拿走了泳池旁的东西,然后跳到了水里。 克里夫嘴之跳下去,没有抓到那个人,自己却不小心溺水。 等克里夫醒来时,他正躺在家里的床上,沙发上坐着一位少女,少女看着他问道,你有被唤醒的感觉吗? 不知为何,克里夫只觉得头皮发麻,有些恐怖,他让少女快点回家去。 少女忽视了他的话,介绍自己叫斯托利,称自己是水底世界的水妖。 克里夫觉得奇怪,想把他送走。 在泳池旁,克里夫隐约看到草地里有一只从未见过的大型野兽,缓缓向他们走来。 斯托利一声大喊,克里夫快速抱着他又回到了家里。 第二天,克里夫问流水生小崔是否知道水妖的故事,小崔说妈妈知道这个故事,他带着克里夫去找妈妈。 崔夫人说,水妖是水底世界中的仙女,她们来到陆地见她们要唤醒的人,如果唤醒成功,她们就会乘着巨鹰飞走,然后获得自由。 但水妖一旦离开水,就会引来隐形狼,隐形狼会一直跟着水妖,直到把他杀死。 听了这些,克里夫回到家中,询问斯托利是否知道自己要去见谁。 可惜斯托利什么都不知道,只知道那个人会是一位作家,他写的东西至关重要,只要见到这个人,他今晚就可以乘着大鹰飞走。 于是,克里夫返回到公寓中,询问这每一个可能成为作家的人,可是一无所获。 就在晚上回家时,克里夫偶遇了维克和他的姐姐。 无意中听到维克在写一些政治上的文章,克里夫认定斯托利要见的人就是维克,所以他带着维克来见斯托利。 看到斯托利,维克真的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,斯托利告诉他,他写的东西将会影响一位男孩,而那位男孩将会是阻止战争的伟大领袖。 见面之后,克里夫带着斯托利去泳池边等待大鹰来接他,出于规矩,克里夫必须回避。 就在克里夫走后,隐形狼再次冲了上来,斯托利又逃回了屋里。 见状,克里夫再次去找崔夫人,询问关于水妖的更多故事。 崔夫人说,有一种泥土可以治愈隐形狼的抓伤,其实当隐形狼出现时,还会有一种绿猴子来制服隐形狼。 倘若绿猴子没有出现保护水妖,那么他很可能就是水妖中的女王。 克里夫找到了斯托利水下的住所,拿到了治好上的药。 回想起,斯托利被隐形狼袭击时根本没有绿猴子出现,克里夫确信斯托利就是水妖女王。 必须找到一位守护者,一位解读者和引导者,治愈者共同帮助他回家。 通过作家法博的分析,克里夫找到摇滚兄弟当作引导者,擅长猜字迷的德尔瑞是解读者, 招蝴蝶喜欢的贝尔夫人是治愈者,而自己便是守护者。 克里夫向大家说明情况,然后制定了计划,准备送斯托利回家。 在等待大英时,斯托利还是被狼伤害了。 他奄奄一息,人们开始觉得荒唐,他们说自己根本什么都不懂,也帮不上忙。 这时,小崔的分析让大家意识到,克里夫找错了人,真正的引导者是心心相细的妻姐妹, 解读者是德尔瑞的儿子,守护者是酷爱健身的德籍。 而克里夫是治愈者,大家再次齐心协力,治愈者治好了斯托利的伤, 守护者吓走了隐心狼,也招来了绿猴子的保护。 最后,斯托利载着克里夫对他的爱,乘着巨鹰飞走了。 这个奇幻又美丽的故事将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, 或许人类的双眼即将被另一蒙蔽, 但我们仍然可以用最纯粹的善良洗刷内心的污垢。